5、4、3、2 大家好,我是王时期 欢迎收看今天的《奇有词》里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一位来宾 我个人感到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们待会要讨论的东西 我是个门外汉 然后感觉很有未来性 人称天才IT大臣的数位发展部的部长 唐凤 Hello 唐凤部长 现在要改叫你部长了 以前都叫你郑伟 你身体还好吧 因为你确诊 还好 就嗓子有一点点痒 今天第六天了 应该到明天晚上 也就是礼拜四晚上就可以出来了 过半夜就可以出来了 过半夜阴性就可以 就可以跑出来了 首先我想先请教你 就是说其实 因为对于数位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好高科技好未来感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 告诉我们数位发展部到底是要干嘛的 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 所谓全民的数位任性 那任性就是每次碰到什么不利的情况 好比像说疫情 很多人他像我这样子在家里 可是他还是要看诊 还是要开药 还是要用虚拟健保卡等等 所以本来零贵或者当面能够做的这些服务 怎么样把它转成就算我这几天在家里还是可以做 这个就是数位的最基本的意思 那要达到这个的话 就要确保说我们不管是偏商 不管是离岛 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 透过4G 5G这样子的网络来接取到这些服务 那所以意思是说以后我们 可能很多人都不用出门 我们一整天坐在家里面用着电脑或手机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 对就是我们如果去办公室的话 面对面的时候 那个主要是要联系我们跟同事的感情 以及要做一些创造性的 好比像说画白板等等的工作 但是如果是一个人就可以做的事情 好比像说签公文啊 那就不妨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做了 对了你签公文 听说你上任部长之后签的第一份公文是用手机啊 不止第一份啊 我这几天完全没有请假 我虽然确诊 但是我完全没有请假 我还是醒来就批公文啊 所以这个是整套的 就是可以远去作业 当然在资安上面 我们也确保说 一定是用我的这台手机 上面有我的所谓的生物认证 就是我用来解锁的那个指纹 然后内证不发的自然人凭证 确定资安无余才变成这样远距办公 哦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详细讲 但是一开始要请问部长的就是 很多人的疑问就是有一个冷笑话 请问数位部数位是多少位 那当然就是2300万位嘛 就是大家我们所有的国民 都要能够平等的接取到这样子的数位服务 那数位部一共有多少编制人员 是我们到明年年底的编制 大概是598个元额 那在这里面虽然立法院给了我们这个权限 说我们数位部里面100个人 以及两个署就是资安署跟产业署 各可以有100个人加起来300个人的约聘 但是就好像速限300 我们没有一下就要标到300 所以到明年年底 大概也只会有可能100人上下的约聘 的确我听到很多立委都在那边讲说 不行啊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约聘 这样子不是就会变成一个 这个走后门的管道啊等等 其实这个是当初在立法院立法的时候 就已经规定说其实可以用到一半的 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的写法是规定100人 那所以我们的原额 不管现在编制是接近600 或者是未来700 800 900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约聘只能部里100人 两数个100人最多300人 所以它并不是一半 但是您刚刚讲的很好 就是我们如果看在野党 像民众党党团或者国民党的一些立委 他们提的比我们就更高了 是说我们不管怎么编制 那阅聘人员就一直都可以到总员额的一半 所以他们当初提的这个版本 他们说鉴于专业人才寻得不易 那所以让数位部得以迅速迈入正轨等等 那应该要考量人力来源多元化等等 所以当初他们写了这些理由 但是我们实际定的比他们给的要稍微保守一点 我们真的在做的又更保守一点 所以其实没有到达那个上限 而且现在看起来初步约聘的人员是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通常大家会觉得说 这要去哪里找约聘人员 就是他们都有这个专业知识 而且感觉很科技感很未来感 这种人才不好找吧 他们在市面上应该超抢手啊 确实 我们现在的月聘人员 我们提出的缺额 大概二三十个缺额 那就已经收到上千封履历 所以大家是非常愿意加入我们的 这个要讲在前面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说如果你是资讯或资安的专业人员的话 那在数位部里面你可以一次整体的看到 一个国家的非常完整的这样子的编制 那这么大的架构 其实是一个资讯的专业人员 他要成为一个专业架构师 他必经之路了 所以我们是提供了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也不是说他进来之后 就非得这个接下来一辈子都担任公务员 可能是他三年四年之后 他回到民间的时候 他的历练就更充分了 这是一点 那第二点我也很坦白讲 就是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的形势啊 等等的状态下 很多人是很希望能够说 那他在做的事情 对于贡献这个社会 尤其刚才讲到的任性 抵抗灾难的能力 他是很想要来做 那就算待遇打个八折 他也很愿意这样 哦好厉害 那可是你刚刚讲的第一点 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这些资讯专业资安的人才 他可以看到说 整个政府在组这个架构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 那所以这些人会不会也需 同时也应该要具备 国安背景查核啊 当然是 尤其是我们的资安署 资安署以及我们年底会成立的资安院 所有要进来的人都要经过背景查核 而且他们进来之后 也是受到我们的相当于公务人员任用的行政中立等等的限制 所以我想大家在加入的时候 我们看到资安署开了这么多个缺 但是这些缺他慢慢慢慢才能够填上 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查核是需要时间 哦 了解 所以尽管现在履历表如雪片般的飞来 可是要经过蛮多严格的审查 是这样子 才可以qualify 哦 OK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先从部内的问题开始解决啊 好 刚刚讲完了人员的问题 现在讲钱的问题 因为钱哦 立法院也觉得 哇 怎么那么多钱啊等等的 然后柯文哲 柯文哲什么都骂啦 好 那他也说 吓死了呢 平均一个人要花3000万呢 你们数位部怎么那么会花钱 嗯 当然这边讲的很多是前瞻预算嘛 160亿 那个是两年期 所以是明年跟后年两年加起来 160亿不是一年花160亿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在这里面非常多的 就是刚才讲到的 我们要让偏乡 让离岛都可以接取到 包含5G在内的这些网路服务 所以当时呢 在竞标的时候 电信业者有给国家这个标金嘛 那我们回过头来 用这样子的前瞻预算 去引导这些电信业者说 你不能只在人口稠密 会赚钱的地方设这些基地台 你也必须要照顾到 这些偏乡弱势的朋友 那如果你去那边设定的话 我们就给你这么这么多钱这样 所以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 就是在奖励这样子的偏乡建设 这本来在NCC嘛 随着业务移拨过来 那当然就是用除法去算这个 我觉得是不太能够这样子平均的算 有一点笨 这种算法有一点笨 因为钱又不是都给人 因为有建设啊 所以 就是我们的业务费用 或者是人力相关的费用等等 这个都是按照人事行政总处 主席总处 给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编制 那我觉得大家比较 care的 就是预算额度比较高的 确实是前瞻预算 那我们提的前瞻预算 我们当然会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明 所以像新的那两支 就是在战争或者灾难的时候 确保我们网路的通讯不要中断 那以及这些通传相关的这些创新 能够照顾到社会上弱势需要的人 这两支计划 那我们当然很愿意公开的来说明 我觉得你人真的很好 我本来想要引诱你 嘲笑一下柯文哲 对于这个预算概念的无知 结果你竟然很认真地解释 你们的钱 所以有一个部分的这个预算的钱 其实是要引诱电信业者 到偏乡去做基础建设的这些架设 然后所以会补贴他们 其实是因为这样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说 也有立委 在野党的立委之一说 数位部听起来就是个 网军集中大本因 所以你们有做 网军的计划吗 我已经讲了这个 资通电军是国防部的编制 这个要抵挡混合战 这个是很重要的部队 但是我们并不是国防部 所以我们不会有资通电军 进驻数位部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在资案上面 跟大家联访了 那我想很多这样子提的朋友 他其实是担心说 约聘的比例会不会过高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其实刚开始事务官 公务人员占八成以上 而且我们所有的司长 以及署长 虽然立法委员当时 三读通过的版本说 我们可以用民间的专业学者 来担任所谓政务的禁用 但是目前我们所有的 司署长都是常任文官 也就是说我们很在意 行政总理跟常任文官的稳定性 所以所有的这些阅评 要开几个缺 要怎么监督他们 所有这些司署里面的阅评 都是这个常任文官的司署长 在负全责 所以会这样问的朋友 当然是担心我们不行政总理 那但是行政总理 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价值 好的 再来下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数位发展部的这些署 以及司这些组织架构 然后有一些名称 让大家觉得 哇哦这是什么东西 譬如说 在民主网络司里面 有一个多元宇宙科 你要不要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 在8月26号 就是我们接牌前一天 台北市也提出了 他们的元宇宙愿景白皮书 那里面他们的价值主张 就是叫多元宇宙 共缩架构 就是共同来塑造元宇宙的架构 所以并不是说 当然没有谁操谁的问题 很可能是独立发现的啦 但是就是要有多个互通的元宇宙 我想这个是共同的价值 那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互通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在偏乡啊 这些地方 那当然有一些基地台 那假设你现在有个手机门号 然后你搬家搬到 比较偏僻的地方 忽然间你发现说 你本来收讯很好的手机 去了那边之后 收讯就没有很好 因为可能还没有盖到那里嘛 那但是呢 你发现有另外一家 电信商在那边收讯很好 那这个时候 因为有一个叫互通 吸码 就是可吸号码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你不需要重印你全部的名片 你不需要换掉你的门号 你可以去把你的门号 带到这家比较收讯良好的 别的电信商 等于你的门号搬过去嘛 这个应该 应该大家有经验嘛 应该可以理解 对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消费者 我们的全民的选择 就变多了 不会变成你当初办了什么门号 而要重印名片太麻烦 所以就变成你被锁定在特定的电信商里面 那我们考虑一下 现在大型的跨境平台的发展 目前不是这样 目前你的Google账号不能拿来登入Facebook Facebook账号不能拿来登入Apple 也就是说 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三支门号三个手机 这样子的情况 它并没有一个可吸的互通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就会是说 你要记很多的密码 在资案上有疑虑 而且每次呢 我如果是一个创新的人 我要提出一个新的什么服务的时候 我就得先得到我们叫做守门人嘛 这三家大的平台 至少一家的同意或者是许可 不然的话我很难去推广 我的这个创新 那就是因为不要说西马了 连这个跨网互相拨电话的能力都没有啊 你现在也不能从Messenger网 iMessage拨电话嘛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电信这边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 就是跨网的通讯 以及西马的互通 那这个在目前所谓元宇宙的这些大平台里面 目前看起来都还没有这方面的发展 那国际上大家都注意到这个 所以很多的标准组织 像一个叫W3C 就提出说应该要把这样子的身份 还给每个使用者 不要再让每个人被绑到这些大的平台里面 所以多元宇宙科 就是要研究我们怎么样子像电信跨网 互联互播 西马等等的这些概念 怎么样放到这些新的平台上 那可是原本的这些平台不会生气吗 我可以自己拥有的 我干嘛要跟大家组成一个联合 然后让你这么方便 这样子我的收费 我的这些使用的这些限制 或者是我的机密等等的 他们为什么要答应 是 这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我小的时候 很多提款卡也不是金融卡 就是他只能在自己家的提款机提款 但是后来就出现了财经公司的金融卡的 我们也是一种互通的协定 所以你只要打一个三码的银行代码 你就可以跨行转账或者是提款 到了现在电子支付 第三方支付等等 现在也取得了三码的代码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用普通的跨行转账的方法 去跟这些第三方行动支付 去做转账或者是提款 那消费者当然变得很方便了 那您刚才说的是说 那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容易的 就说服这些业者 这些业者为什么不抵抗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 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期待嘛 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 那慢慢不这样子配合的业者 就会被当成是 好像不配合社会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数位部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在国际上其他地方 好比像说欧盟 他们从明年开始 这种跨不同的即时讯息的 大平台的互通等等 他们已经是定成法律了 本来就一定要这样做了 那我们可以 他们已经定法律了 已经定法律已经通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要不要有类似的期待呢 这样子 要 要不然密码很多 我永远都搞不清楚 我的密码到底是长怎样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 超麻烦的 好 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 任性建设师 好 这个字面意思我懂 资源管理师 OK 多元创新师 那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多元创新师 他们要负责什么东西 多元创新师 就像刚才讲的 重点是在去促进 我们民间自己提出一些 想要做的事情 做的方法的时候 他们不会因为 他们不是大平台 不是跨境的这种 大的数位平台 就缺少需要的资源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像我们在疫情期间 民间自己都有架设 可以很容易看得到 哪里有口罩 后来哪里有卖快筛计 等等的这些地图 但是呢 这些民间的朋友 在架设的时候 基本上 他不需要得到这些 刚刚讲的这些 大平台的这些许可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自己 就有民间自己编的 像我们叫开放阶图 open street map 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一套地图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套这个板上去 但是呢 你放上去的时候 你需要及时的资料 告诉大家说 药局的经纬度 它的地址在哪里 以及及时药局 它快筛计的存量等等 它必须有这些 及时的资料 这些创新才能够发生 那所以我们在政府这边 在多元创新司 就是确保民间的 这些创新者 他需要的资料 不管是从工部门来的资料 从国际上面 我们刚刚讲到很多 有标准制定者 所说的 那国际上都分享的资料等等 他们这个资料 是可以源源不绝 而且是高品质的 那这个跟我们以前的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服务 我们就去开个标案 然后找某个厂商 做个app 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是得标的厂商 他接下来这一年 那就是只有他可以创新了 因为他得标了 但是当我们是提供这样开放的资料的时候 不只是地图 像有一个叫机管家 LINE上面的对话机器人 也可以呈现相同的资讯 当时口罩地图的时候 有超过100个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买得到口罩 然后能够找得到口罩 所以像这种多元 一次上百个不同的创新 就是多元创新司想要促成的 哦听我大概知道了 这样子反而会促成大家的竞争心的这个比较 然后所以会发展的更 更广泛而多元 更多领域 更多领域啦 就是更能够切合到实际的需要嘛 像有一些市场的朋友 他看地图就不方便嘛 那这个时候运用相同的资料 就可以去做对话机器人 或者是语音助理 就不需要说政府包山包海的说 我提供这个服务 一下就可以照顾到所有人 而是说我提供服务的时候 也把后面的资料一并提供 这样如果有人觉得说 他要换一种语言 或者是他要换一种 刚刚讲到接取方式 用语音等等的方式的话 那他也可以自己去把这个服务 再做一次包装 然后去让这些朋友们更容易的用到这些服务 哦 了解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当中有一个叫做数位政府司 然后所以呢就引发了有些人在讲说 那所以政府掌握了我们这么多的资料 会不会变得跟中国一样 因为中国都大数据AI人脸辨识什么的 他们掌握了非常多人民的这些资料 然后不知道他们要拿去干嘛 台湾会吗 数位政府司的重点 并不是说把现有存在各政府机关 或者地方政府的资料 去全部汇集在一起 然后去做什么 你刚刚提到的这些 比较权力集中的应用 不是这样子的 数位政府司在做的事情 是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元件 什么是元件呢 就好比像说你看一个网站的时候 如果是视障人士的话 你会看到三个冒号 如果是公家机关的网站 它就好像导盲砖一样 去确保说你这个网页就算完全是用念的念出来 它还是有逻辑 还是有次序 你只用点字或者是键盘 也可以很容易的去使用这样子的网站 那这样子的一种共通的元件 我们叫做一种设计的系统 就是我们数位政府司的工作 我们设计出这样子的元件 那这样地方政府也好 其他部会也好 在设计他们的服务的时候 就会可以从刚上线 就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年龄层 各种不同的账别等等的这些需求 那所以重点是在服务的扩散跟普及 重点并不是说 你刚刚讲的好像那种决策 全部都要收集到数位政府司 变成它来指挥各部会首长了 不是这样子 所以数位部其实也的确拥有人名的 很多的这些资料的话 那台湾会运用在哪些地方 跟中国的权力集中式的应用方式 可以保证一定不会一样吗 就刚刚讲的 我们自己并不是存大家的个资 大家如果是去办什么手续的话 可是你们不会汇整吗 本来放哪里 就还是放哪里 可是每一个部会都有我们的资料 可是数位部并不会有一个整体的资料库 我们会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会做的是 有一个叫做MyData 也就是你可以上这个网站 它是多元创新司的一个网站 上了MyData之后 你就可以一次的去看到 你在中央跟地方政府分散存放在不同业务机关的这些资料 到底有哪些 你可以要求下载一份副本 或者是如果你要办像银行开户 申请保险等等的手续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自己再建入同样的资料 你可以去用像我们行动自然凭证啊 这样的方法 能够就把你之前填过的资料 你不用再填一次 就授权给这个新办的手续来使用 所以数位部做的是中间的这个桥梁 而不是说你的资料先我们都放一份到我们这里 我们爱给谁给谁 不是这样这个控制权完全是在市民 在我们人民的手上 决定权还是在我身上就对了 没错了解了解 那所以绝对不会 这是你之前接受中央社专访讲的 就是说台湾是用AI使得政府变透明 可是中国是把人民变透明 所以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概念就对了 绝对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包含刚才讲到的多个互通的元宇宙 多元宇宙 概念都是说你的资料就放在你自己信任的地方 好像你的手机上 但是呢 如果你要去交换的时候 它是确保你的个资 你的隐私资案等等都没有问题的 这种交换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研究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大家资料都搜集过来 了解了解 这应该让很多立委都可以放心一点 不要再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不要像我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立法院也在问说 为什么你们要用一个中继办公室啊 这个租金就很贵啊 干嘛要这么浪费钱 我想这里要先澄清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继办公室 它主要是为了产业署的工作 那产业署的人数会是成长比较快的一个署 所以我们本来的所在的这个研平的这个地方 其实今天现在就已经容纳不下产业署所有的人了 所以是本来就需要找新的地方 那当时大家也有说产业署需要去跟就全台湾的产业聚落来沟通 所以当时也有朋友问说那是不是应该设在南部 等于是比较平衡这样子 那我们也觉得很有道理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找了就是全台北哪个地方离沙轮 就是我们本来在考虑的那个地方最近 那就是台北车站嘛 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未来的产业署 不管是在洽工或者是他们走动式的去全台湾需要数位转型的地方 都不会因为交通的问题变成好像只有在北部的比较快数位转型 南部的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是尽可能的去挑整个台北离南部最近的地方 来设立这个中期办公室 交通最便捷的台北车站附近就对了解了解 还有我对我怎么问题这么多 而且这些都立委提出来立委的问题真的很多 国外旅费破千万说太高啊 所以你们要常出差去国外出差是这样 我想这里面分成两个部分了 一个部分是我们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好比像说我们的驻外管设就是我们的大使馆及代表处 那本来就需要去做资安相关的健康检查资安健检 确保说这个管设跟我们国内的这个通讯的线路也好 他们用的设备也好 不会被篡改啊不会泄密啊不会被阻断啊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本来就得过去 所以这个是出国的预算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 那以前谁在做 这个本来就是包含我们的行政院的资安处 以及技术服务中心 还有我们的国发会都有一些参与了 那但是我们这边要强调就是说这些业务移拨过来 他本来多少那我们现在也就还是多少 所以并不是说大家集中之后看到金额好像有比较高 本来这就是从四个不同的机关移拨过来加总的经费嘛 这第一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呃我们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面 虽然很多国际会议它是用 呃 Hybrid就是混合式你可以在现场也可以在线上 好比像说我上周六就视讯参加欧巴马基金会的 亚太领袖的会议嘛我就是线上 但是呢现场去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在场边去跟与会的其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 那我们见面三分请嘛 尤其是之前没有见过面的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可以谈到一些新的合作 来争取我们的外交空间 所以有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需要变出国预算 这个是免不掉的 我们编的也没有比其他不会多 那这些我想就不管什么资讯安全大会啊 或者亚太网络资讯中心的会议啊 或者其他数位产业的会议啊 资案黑猫海客会议啊 这些都是这种我们在场边可以争取外交空间 那我们自己办的 那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的双轨并行 然后广纳各国的参与也可以省一些经费 了解这个我支持 而且是从其他部会全部汇整到这边 所以看起来好像金额很高 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都是原本在执行着既定的这些工作就对了 了解 就是NCC本来有一些人他有出国的经费 那国发会也有刚才讲到资安处以及经济部嘛 那所以这些出国的经费现在汇整在一起放在数位部里 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资安这个议题了 因为前一阵子裴洛西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然后就看大家看到说 哇哦天哪 怎么会连便利超商的萤幕也被害 然后路边的这些政府 地方政府的告示牌这些也都被害 所以资安变成一个 似乎可以变成一个破口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数位部的工作了 是 这是我们数位部还有资安署的重要的工作 就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虽然上面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些画面被置换 不涉及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 它的入侵被渗透泄密窜改都没有嘛 那而是比较是心理混合战啦 就是想要造成大家的恐慌嘛 那当然一方面我们很高兴看到说 大家并没有恐慌 股市也没有下跌嘛 所以大家心理任性是有的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要问说 那在这些公共场域 特别是像台铁这样子 它算是我们公家机关的场域 那让不特定人可以看得到 可以听得到 有传播能力的这些设备 是不是也应该要比照 我们借接到公务网路的这些办公用的设备一样 我们应该要去限制说 不能够用这种危害国家资通讯的这些产品 那这个就是我签的第一份公文 就是公开的来讨论30天 大家可以上join平台 公开的发表意见 说我们提出了新的这个配套措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没有什么 大家提出来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那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挑战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预告30天嘛 所以就到9月底 那如果没有问题完成法规作业 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对这些加以限制 所以是说 譬如中国制的手机 中国制的这些电子产品 可能都会被限制在未来 我们有一个厂牌就是设备包含硬体 包含软体包含服务 这方面的这个列表 那所以我们是针对着 就是会危害到国家资通安全的这些产品 这些设备 那当然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它的来源的厂牌啊 这是当然是一个考虑 但是也要考虑到说 之前的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尸体 不管它是注册在哪里 它有没有过主动的去参与 危害国家资通安全的活动等等 是一个综合的考虑 那可是有一些公司是民间的啊 他们也会配合吗 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像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说 你管我要用哪一家品牌 你管我要用什么的 它便宜我就用啊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讨论说 为什么业者要让你能够互通啊 喜马啊 往内往外互播啊 一样嘛 就是说到底 还是一个社会的期待 跟他要不要尽他的社会责任 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公部门自己一身作则 先开始使用这样子的规则 那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配套 也都公布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消费者 可以去看一下说 那经济部也有一个指引啊 希望业者能够尽量用我们同样的 这种方式来办理 那哪些有这样办理呢 哪些没有这样办理呢 等等 那就要靠消费者来去检视 这样子 所以 譬如说万一有什么战争发生啊 或者是天灾发生的时候 会使得被人家渗透做一些奇怪的这些大刊版的这些宣传 可以减少他们发生的机会 可以这样子说 而且也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我们去做这些检查的方式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资安你其实就好像戴口罩勤洗手一样 是一些很基本的习惯 好比像说密码不要不设定密码 或就密码跟账号一样等等 那这些大家之前就像您说的 可能觉得说这只是广告刊版嘛 不需要去做这些基础的检查 反正不会有什么后果 那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看到 其实是有后果的 所以也是提升民间的资安意识 这个也是同样重要 哦好 那刚刚讲到的是资安的部分 另外我想问一个韧性的部分 就是天灾战争发生的时候 网路断讯手机不通 这种东西也算是你们的业务范围吗 是 我们看乌克兰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会去先做一个演练 最后也真的用上了 好比像说 不管你用的是哪一家的电信 那就开启全区漫游 等于你旁边还有基地台的话 就连了上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乌克兰有做的 就是在某些它的基础的像光纤 有被破坏的地方 那他们去运用了非同步卫星的技术 去确保说 只要你看得到天空的地方 还是可以接受网络 而且跟他们本来的这个通讯的系统 它可以互联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支新的前瞻计划 也就是会在接下来的两年 演练在台湾700个地方 这些非同步卫星的接收器 怎么样子跟我们现有的这些 包含通讯的打电话的 视讯的等等的这些网络去做融合 等于是一个多元意志的一种网络的用法 这样子就像您说的 碰到这种战争或大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在那边急着忙着设定 结果就拖了一段时间 而是我们平常就已经有这样演练的能力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透过 只要看得到天空因为它有一个卫星 我们要让卫星之间的横向连接起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连通到我们自己用的电子产品 的意思 好厉害 听起来好未来感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刚刚讲到资安 就是说你们会经过透过这个民间的讨论 然后列出一些原则性 什么东西可能会有影响 那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资讯系的教授就提说 你上任之后签的公文都是用手机 那以后所有的官员也都可以用手机签公文 那会不会有疑虑说 不行你的手机上面有抖音这个APP 然后所以它可能连接后台 所以我们在手机上签公文是一件不安全的事 我手机上当然没有抖音 我想这里要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是采取一个叫做零信任的架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会只是因为你有账号密码 我就信任说 反正你是我同意的人 你在内网里面 你连得到这台电脑 那我们就什么权限都开给你 不是这样子 零信任的架构是说 每一次我要签公文的时候 每次我要登入公文系统的时候 他会检查三件事情 第一个 我的这只手机 是不是在一个完整的 没有被入侵的状态 好 那第二个 它在上面 我们用的这个行动自然人凭证的这个 我们叫做一把钥匙 一把我们叫做私密金钥 这个是不是完整 是不是有被篡改过 那第三个 就是我的这个网路连线 这个网路连线 它是不是受信任的来源 好比像说 我就有一个公务专用的这个门号 它可以认这个门号 所以如果是要篡改我的身份 或者是要冒用我的身份的话 它不但要实体的取得我的手机 要能够复制我的指纹 要能够去说服我的这个电信商 说这个我还是同一个SIM卡等等 我还没有挂湿 那这个难度要同时完成 就比较高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不是说随便拿台手机 我打个密码就可以签公文 绝对不是这样子 它的软体的部分 它的设备的部分 它的连线的部分 在每次连线的时候都要重新检查 了解 所以安全是有保障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资讯的教授也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说 那所以数位部会不会就跟以前一样的 跟以前的什么资测会一样 就有一个案子 然后发包 然后你就去执行 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会不会有 嗯 跌床嫁屋这样子的疑虑 这里的意思 如果是说发包给我们的话 应该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是甲方嘛 我们是制定刚刚讲到的标准 或者是制定 大家要看到什么样子的结果 的这样子一个单位 我们是政策拟定的单位 所以重点不是说 好像我们去 补助啊 或者是去讲住啊 或者是去 写一些标案啊 不是这些活动 而是说 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想要达到怎么样子的结果 像刚刚讲到的 天灾或战争来的时候 要能够保持通讯的 某种程度的畅通 确保正确的应变的讯息 能够递送到每个人手上 好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我们就有一些运用的方式 包含发包 或者是就是标案 或者是讲住 或者是补助 或者是很多别的做法 那但是重点不是我们做了哪些 这些行动 而是说这些行动 它是为了怎么样子的价值 在服务 那这个价值就刚刚讲到了 全民任性的这样的价值 所以不会有这些教授们 提出来的疑问说 那跟资策会 就是业务上面 就是各自是不一样的线路就对了 发展线路 不会有重叠的问题 资策会是我们产业署 数位产业署 会很紧密合作的一个法人 确实资策会是我们下属的一个法人 那资策会跟产业署的合作的目的 是要帮助我们各行各业 特别是微型或中小企业 来做数位转型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任务 所以他们的这个任务 当然也是数位部的任务之一 但是不能说是说 好像数位部就专门只做 帮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的事情 当然这些是真的很重要 那但是还有别的事情 像刚刚讲到资安 像刚刚讲到这些多元创新 政府数位服务的递送 就是让大家更容易更方便的 接取到数位服务等等 那这个就不是资策会的事情吗 但是是数位部的事情 了解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网路平台收费 到底他们转po了一个新闻 需不需要付费等等的这个问题 还有网路言论审查 就是之前吵过的中介法 这些也是数位部的业务吗 我们并没有监理或者是特许的这种性质 所以监理并不在我们这里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把言论自由看成是一个 可以让大家越来越能够抵抗假讯息的一个正面的事情 而不是变成好像因为言论自由 所以就有假讯息 所以我们要陷入限制言论自由这种思路 不是这样子 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体现是什么 是新闻工作 新闻工作它是一种素养 它可以来提升这个工作的人 以及看到新闻工作的结果的人 就是看到新闻的人 资讯的内容 他要怎么样子去理解 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包含来源是不是可信 内容是不是可疑等等 本来事实查核就是新闻工作的一环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所以全民如果都有像新闻工作者这样子的素养 就好像心灵的抗体 那这样他看到假讯息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说好像义愤填膺 忽然要转传怎么样 他会像一个新闻工作者一样去说 那有没有两个来源 你要怎么样查诊 他的这个传播的管道是什么 是不是要框定你什么理解等等 就不会受到假讯息的影响跟干扰 所以我之前 这很难耶 所以我之前有公开讲过 就是新闻业之于假讯息危害防治 就好像公共卫生专业 之于疫情的防治一样 是一个专业的 而且可以练习的 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新闻报导 你看他既是言论自由体现 也是抗衡假讯息危害的抗体来源 所以这些跨国的巨型的数位平台 他不能够说因为他营业很繁荣 然后反而让新闻业变得没有什么接触到收众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必须跟新闻业共融 因为新闻业的公益是很明确的 对那所以这两个怎么共融 这个绝对是我们的工作 那现在有很多这种诈骗讯息 然后他们会透过假装是政府单位的这种连结 就啊卫福部什么可以提供什么 什么补助申请请点这样子 那所以透过政府部门进行这个中介 然后来诈骗民众 这个有没有什么防毒的办法 其实之前大家也都会接到一些垃圾邮件 垃圾邮件也都是打着 政府的甚至还有国外的政府的 那种说他是哪个国家的什么王室成员啊 什么要汇钱给你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应该都接过啊 对所以所以呃 就像垃圾邮件一样 我们收到这些诈骗讯息的时候 一方面当然是提升我们自己判读的能力 但是二方面其实在市面上面 也有很多去帮你去看说 那这些垃圾邮件大概是从哪边来 而且帮助你把你信箱里面的邮件 你可以回报成垃圾邮件 那你也可以他帮你标明成垃圾邮件 当然他如果不小心标错了 你可以反过来去训练他等等 有很多这样子的产品嘛 那在台湾其实包含趋势科技 有一个防诈达人嘛 包含GoGoLook 有一个Who's Call等等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多了解 哦 你在九月底吧 九月底立法院开议之后 你就要到立法院了 你会紧张吗 应该还好 我之前去过很多次啊 那可是现在立委感觉 有一点要对树发部磨刀霍霍 譬如说像民众党的立委就叫你 立刻马上现在right now 拿出树胃牛肉 那你面对这种立委的时候 你会什么反应 我想 我想无论立委要怎么样子的资料 包含我们的预算或者是说明 我们都很愿意提供 那我之前去拜会各党团的时候 我也有说明说 不过我们提供给立委的 我们会希望尽快 当天或最慢隔天 我们也会在我们数位部的官网 就是mo.gov.tw 有一个新闻参考资料那边 我们也会把它贴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立委今天 要看我们的总预算 那我们当然提供 但是我们就会 接下来就会公开出来 或者是说想要看我们的 所属法人 刚刚讲到的一些法人的预算 那我们收到的 我们当然也就提供 但是我们也就会公开出来 那这个后面的想法就是说 当然立委是监督我们 没有问题 但是全民其实也都非常关注 数位部到底要怎么样来施政 所以我们提供给立委的 我们会那段独家的时间 不会特别长了 会尽可能快速的提供给全民 所以他要求说你要拿出数位牛肉这个东西 所以你也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哪一块哪一个部位的牛肉 所以无法提供吗 我们我有看到这个呼吁了 那后来我想想说 应该是在讲我们的前瞻预算 特别是我们新提出来的前瞻预算 具体会让大家有哪些 就是不管生活上面更便利啊 或者是更照顾到更多人啊 等等的这些好处 那所以后来相信你也有看到 我就有解释说 在通传的创新里面 我们会让不管是听觉 或者是说话比较困难的朋友 那透过我们新的前瞻计划 去安排说 那手语的及时的翻译 可以用到网络上面 而不一定是在他身边才能翻译等等 那这个应该就是对大家有好处 或者像我们在数位学习上面 让学生可以共创教材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想 如果要问的所谓牛肉 意思是说具体对大家生活 会有怎么样好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随时都很愿意说明跟提供 还有立委说 你中文造诣有够烂 也不是立委啦 这个有媒体人这样讲 那所以如果有立委这样子 听不懂你的解释说 多元宇宙科天马行空的时候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咨询你的时候 你都不会生气吗 你会怎么回答 因为有多个互通的元宇宙 这个概念 我们用电话号码吸码 用跨行转账 用email也可以跨网 预逼此寄email等等的方式解释 我觉得大家生活经验里面 还是多少有这样子的体会 只是之前比较不会特别想到说 那我在Facebook Google Apple三个账号 就好像我要办三个门号一样 平常可能不会一下就想到这里来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确实中间需要有个沟通的过程 去建立这个连结了 那但是我觉得一次两次讲一讲 我觉得大家到最后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就像你说的 也没有人想要记那么几十个网站的密码 这个到最后还是对大家 有好处有利益的事情 所以虽然像什么分散师身份验证 什么真的听起来很玄 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 其实就是按照不用记密码 可以跨网站登入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发挥新闻专业 想出一些就是比较容易懂的说法 那我以后就会这样讲 好所以中文造诣糟糕到 无以复加这种东西 尽管这样批评你都不会生气 就是因为中文造诣好的人 我想就是要有所贡献 贡献出比较容易懂的说法 那如果有这样子懂的说法 就你行你来 那有贡献出这样的说法 那当然我接下来就会用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理解我们的施政 所以有中文造诣比我好的人提出好的讲法 我当然很感谢 你都不会生气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理解我们的施政 所以任何人愿意说 那这个讲法太难懂 有更好的讲法 我就引用他的讲法 可是我觉得到立法院的状况就会不一样 因为立委很习惯于激怒官员 你不会 你不会被激怒 我想就是这里的重点还是 被激怒要做什么 有些人他发怒 是因为他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他的重要性 无以复加 有一个不正义的事情 激起大家要怒火 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个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数位部的这些施政 都是对全民有利的 而且事实上各党团 他们看他们当年的提案 也都赞同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 我觉得发怒的好处就 目前看不出来了 你在日本人气超高 日本人他们曾经 嘲笑过他们自己的网络部门的主管 然后说要是我们有唐凤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你在日本的人气 有够高吗 是而且日本也设立了数位厅 就他们那个官方里面 新的组织 那这个组织跟数位部就很像 而且实际上 他们在设立的时候 设立前 我每个月每个月都跟他们 有参与筹备的军母来教授 透过视讯我们有讨论 怎么样子设置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方面我是很正面看待 因为日本就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不管是因为隔离 或远去看诊的原因 突然之间发现 他们很多面对面 很方便的服务 完全没有办法在线上做 所以他们就有一种 好像那我们要怎么办 的这样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说 台湾有健保卡 有健保制度 有健保快一通 甚至有虚拟健保卡 所以他们就很羡慕 所以我不会觉得是我个人了 是日本人透过我来了解到 特别是健保制度 造成的我们数位防疫的 这些很方便的做法 那当然他们现在也激起直追 也有一个数位停 那台湾一直是这个 面对中国的资讯战的 第一道关卡 然后日本其实最近 现在对于中国的侵犯也越来越 防范意识越来越高 所以至少在资讯这一块 我们台湾跟日本之间 有没有一些未来合作的计划 防堵中国的资讯战 当然我们在资安的联防上面 我们跟整个民主联盟里面的 任何国家都是保持着持续的对话 这就是联防的意思 就是谁受到了 怎么样子的攻击的时候 尽快的把这个攻击相关的足迹 让其他人知道 那其他人一方面可以去说 这个以前我们也碰过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应 另外就是他们也可以提高戒备 说那说不定接下来就换他们了 这样 所以我想这个联防是持续在进行的 好 这个工商时报有登 就是你其实这个 上任之后你也拜会了一些电信的业者 然后可以聊一下说 他们的回馈如何吗 是 像很多电信业者都希望我们尽快 学习乌克兰在应变战时的时候 确保他的基地台不要断电 有断电的话要能够多重漫游备源 真的海兰怎么样了 要赶快接到非同步卫星等等 这个他们非常的强烈的呼吁 所以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把这个考虑进去 也编进了明年的前瞻里面的时候 他们都蛮高兴的 而且也说他们很愿意尽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不管是来帮忙做演习啊 或者是确保说他们之间可以彼此 真的需要受互相漫游啊等等 他们都很愿意 数位发展部听起来是一个 比较没有框架的部会 就是比较未来性的这种东西 你本身其实也应该就是一个 不太受框架束缚的 可是你在政府单位也服务了几年了 你会觉得绑手绑脚吗 会不会被这个组织体系的架构给牵制住 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政府里面 跟我以前在像苹果啊 或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 政府必须服务到全民 必须要考虑到 目前最没有能力接取数位服务的人 那以前在那些大公司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考虑我们的客户 买得起我们产品的人 所以是不一样的思维了 那我自己是觉得照顾到全民 有一个好处 就是全民都会帮你想办法 全民都会提出主意来 也就是说任何人觉得 我们在防疫期间 任何措施做得不好 大家直接拿手提电话呢 室内电话打1922 就直接开骂了 那但是开骂的时候 很多人会提出很好的想法嘛 我们的刚刚提到的口罩 或快筛机的地图 我们的简讯实联制 所有这些都是路见不平的 相名发明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为全民工作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跟全民一起工作 很多人会愿意一起想出 集思广义的好办法来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在体制里面 虽然有您刚刚讲到的 人事预算等等这方面的限制 因为要确保说 我们是保持行政中立 是没有偏思的 但是民间的这些 关心我们的工作的人 他们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创意 来证明说 那虽然政府会做事 民间也会做事啊 民间也可以想出很多很好的方法 所以这样子的合力的工作的方式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享受 觉得很棒的 我觉得你人真的很好 拿起电话开骂的 你都觉得 他可能是提供一个创新的 好的这个建议 好 我觉得这个心理素质要蛮高的 所以你在政府的单位 服务了这些年之后 有没有这个总统或者是院长 跟你探寻过 就直接参与投入选举这件事 你是说被选举吗 不是我去投票 是被投票 当然是 被选举的话都没有 我也没有想过 那蔡总统也没有问过 我的这方面的意见 好的 今天其实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呢 因为对于我这样子 一个门外汉来说 至少我可以对数位发展部 有了一点点 一点点的认识 然后我也蛮佩服部长你的 就是你真的心理素质超好 都不太会动怒 所以接下来你到立法院去 我真的还蛮期待看看 哇 立委可能会急的跳脚 然后可是你都不会动怒的 回答他问题 我觉得画面上冲突感 应该会蛮好看的 好的 接 对 不好意思 我最后讲一下 就是 其实我们做这些工作 我们怕的是大家漠不关心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不急的跳脚 不打电话来192等等的话 那我们才要去问自己说 那是不是大家对于政治 对于我们这些工作 都冷感都失望了 所以大家还愿意吗 还愿意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 那意思就是大家很在意 那大家很愿意一起想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提供及时的资料 确保说我看到的 跟大家看到的没有什么落差 那这样真的民间就会想出一些 比较好的做法 那这个我们永远都是虚心的倾听 然后就开门造句嘛 你行你来嘛 去把民间的主意 变成我们接下来施政 更好的措施 更好的配套 希望有回答您这个问题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跟世界的其他这些先进国家相比 台湾我们自己的这些网路上面的 发展也好建设也好 或者是抵抗的这些能力也好 防御的能力也好 我们大概可以排第几名啊 是 如果是以宽平的普及的使用的程度 宽平人权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的言论空间 自由度等等的话 那我们当然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 但是我们受到的挑战 包含刚刚提到假讯息的攻击等等 这个也是名列前茅 连续几年都是世界第一哦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体质 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也是世界上很少其他国家有面临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全民的协助 大家守望相助啦 才能够达到数位人心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接受我们的数位访问 我们用连线 展现了数位部应该要有的表现 非常谢谢你哦 谢谢 希望你好好养病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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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